305对称造型实体 那这里呢 我们先画 这边6半的 6等份 366等份所以每一份的角度是 60 那我们先画这个部分 画一个出来 那这边我们要用混层来处理 所以点选形状的混层 点选截面 定义 Top面 草绘 好那这里呢 直径是100 所以点圆 画一个圆 直径是100 好 然后点一下它右键 选择建构线 好那直线 从这里 会到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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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然后呢 这边的角度要给60 确定 好然后呢 那这边的距离 是25 所以这边输入25 好一样炒灰 好一样画一个圆 好距离是 直径是100 好然后一样把它转成建构线 好那直线 一样 好再画一次 好然后 然后法向这边的角度 是60 好确定 然后呢 再新增一个截面 这边呢 这里到这里是50 这里到这里是25 所以这里到这里是25 所以一样 好这边输入25 然后炒灰 点 这个点 好确定 好这时候你看到它是平滑的 所以在选项这边改直的 打勾 好那 这一个就做 那问题是 这边要怎么把它削掉呢 所以我们这边先用点 点在这一条线上 然后这边打 0.5 Enter 好确定 好然后呢 选择炒灰 这个面 炒灰 然后参照 这个点 跟刚才做的这个点 好 选择直线 把这两个连起来 确定 Ctrl D 然后呢 这边还要再做一条 这里 好一样 这边呢 参照 这个点 我们先把平面显示拿掉 这个点 跟 这个点 好 然后呢 再拿线 从这里连到这边 好 确定 Ctrl D 好我们这边再画一条 好 好 这边 一样炒灰 选这个面 好 那这里呢 参照 这个点 跟 这个点 好 然后直线 好 确定 好 那完毕之后呢 这边用 边界混成 好 我们先做 这边也可以 Ctrl 键 按住 打勾 好 然后呢 这边我们再做一次 边界混成这一条线 Ctrl 键 按住 再点这里 打勾 好 然后这里呢 混成1 做实体化 除料的部分 OK 好 然后呢 实体2 一样实体化 除料的部分 OK 好 那 这边 就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必须 把 刚才的 这个到这里 做成群组 因为我们要做阵列 然后呢 这里 我们要一个轴 所以选择轴 from 跟right面 确定 那把这只轴 移到这个群组上 选它之后 做阵列 这边选择轴 这一只轴 好 六个 360 确定 好 那 这一个就做出来了 那做出来之后呢 它的 座标系呢 点选座标系 选from 选right 再选底部 好 然后呢 它的 Z轴要朝上 Z轴现在要朝上 所以这边直接按确定 好 第一个呢 表面积维和 好 选择这个 做标系 表面积是 这一个 好 然后呢 第二个 Z轴 这里 好 第三个 好 改成 12半的时候 维和 来 这边 好 改成12半的时候呢 这边 群组 这边的 混成 右键 编辑定义 来 截面 1 好 360除以12 所以这边是 30 确定 截面 2 炒绘 这边要改成 30 30 确定 确定 OK 好 然后呢 这边 右键 编辑定义 好 这边改成 12 打勾 完了之后呢 完了之后呢 他要我们求什么呢 体积进市值 所以这里 体积是这里 然后abc 然后abc 三角形的面积 abc abc 是这一个 然后呢 abc bc d bcd是前面这一块 来选这里 面积 是 这一个 好 那以上这边 是 305题的做法 立下了 要 扇 扇 扇